各位把这个怎么样的,把它delete掉 delete掉之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一个 这个形状 就八边的一个 这个八边的一个 这个实体 那如果我说我要做出来上面的 圆角是10,下面的圆角 是15的话,那我该 怎么做呢?当然也是利用我们刚刚圆角的方式 圆角,OK,那你就先 选一个线段,比如说上面的部分你先选 一个线段,点一下 OK,然后他问你说你的圆角半径 我就输入10,10Enter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特别注意 他会问你说边缘 那因为我是每一边,而不是只有几边 是八边,那你当然如果边缘的话 你要怎么样,一个一个慢慢点 点完之后按空白键 会回一圈,可是 这个时候呢,比较快的方法 当然用回录,所以请各位在底下的话 输入一个L,Enter LEnter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们就要,他要我们选一个回录的边 点一下,比如说这一条 点一下,那他会问我说 是不是这一边,不是的话就下一个 这个是不是这个,是吗 就接受 接受之后呢,请你按空白键 这样就好了,OK 但是比较麻烦是下面 下面的话呢,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再用这一种视觉形式 你必须把它切换成什么呢 3D线架构形式,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用这个 这个概念的视觉形式的话 等一下他会问你说 你下面是不是下面那个面的时候呢 会看不到 可是用这个视觉形式会看得到 OK 那我们来,再来一个 底下这边,那比如说底下这边 点一下 OK,那他问我说我的半径15 我就输入15之后的话 再来呢,我就 他问我是不是要选边缘 不是吗 L,也这样L L之后的话呢 再选一边 选旁边这边好了 点一下 那他会出现 他很奇怪 他一定都会先给你一个纵向 他为什么不直接给你平面的 很奇怪 第一次一定会错 那没关系下一个 下一个之后呢 啊,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用3D的 这种线架构的话呢 就看得到 可是如果你用概念 视觉形式的话 就看不到 OK,那好了之后的话 就接受 OK 接受之后呢 马上按空白键 或者他按Enter就好了 OK 那我们再把它切换 回原来的概念的视觉形式 看起来就没问题 那如果说你要翻转一下 你可以按Shift键 慢慢再按空 这个中键 去把它翻转一下 看一下底部是不是 就是我们要的样子 OK 没有问题的话呢 就再把它切回到东南等角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这个 这个范例练习 好,画面先还给各位 大家试试看 哦